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新服务新成果一一亮相 陆海空天电等系列全覆盖 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航展现场发回的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第十三届中国航展的现场 今天上午本届航展隆重开幕了 这届航展原本应该在去年举办 受到疫情的影响被推迟到了今年 这次航展将分为两个阶段 9月28号到30号为专业日 10月1号到3号为公众日 一大批新技术新装备将在本届航展上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本届航展八一和红鹰两支飞行表演队 炫舞蓝天同场献祭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携六架歼10战机亮相 这是八一飞行表演队列庄歼10以来第六次献祭中国航展 我自己感觉这个这一届航展虽然推迟了一年 但是呢这个观众的热情还是高涨 大家更期待看这个航展 看这个整个飞行表演 我觉得这个这一届肯定会办得更好 本届航展陆海空天电等系列装备亮点分成 其中中国空军的歼20运20齐聚珠海空颈500和轰6K进行静态展示 备受瞩目的歼16D电子战飞机和无真7高空无人侦察机 轿10高级教练机更是首次展示 中国航天科工的HQ-9B1防空导弹 HQ-17AE防空导弹 LY-70防空导弹 CM-802反舰导弹等也重磅亮相 本届中国航展线上线下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数千件展品参展 室内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 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 地面装备动态演示区面积12万平方米 掌管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至11个 展示内容包括航空航天领域先进技术和产品 也涵盖主战坦克装甲车辆 炮兵压制武器系统 以及轻武器反恐装备 无人系统及配套产业等 本届中国航展东南卫视派出东南军情精锐制作团队 进行全程采访报道 近距离感受中国新型海陆空天装备的魅力 马上来连线现在正在航展现场的前方记者梁秋雨 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航展的各大亮点 秋雨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紫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馆内 那么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 只能戴着口罩跟大家来说话了 那么我是第二次来到航展了 自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 看到了那么多我自己喜爱的武器装备 刚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 我喜欢的歼20 运20 折20 这是20家租首次齐聚一堂 那么陈虎老师带着我们走了一圈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 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无人系统的展台 具体什么情况 我们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陈虎老师辛苦您了 给大家问个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虎那么今天这个航展呢 无人机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怎么看这些无人机 教大家一个小诀窍你看它是模型 PPT还是实机现在我们在这个展台上看到航天科工集团的这个无人机呢 两型骨干的无人机都是实机 而且如果大家留心的话会发现这两款无人机使用的都不是螺旋桨发动机 都是喷气发动机 准确的说是高性能的小型窝扇发动机 那么这种发动机驶上去之后 两款无人机都可以飞得更快 飞得更高 而且它的载荷能力也更强 那么按照这个设计人员的介绍 他们这两款无人机是按照一个无人作战体系来设计的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你像我们看到的飞翼式外形的隐身的这种的构型 它因为隐身程度比较高 所以可以前出在大范围内实行搜索 也就是旁边的这架天鹰 对 那么另外一架WG700 它是一个常规构型 那么它的载荷能力相对比较强 跟在后面执行攻击任务 而且特别注意的是呢 WG700它的展台上摆的这一款无人机挂的弹 不仅仅像我们熟悉的那些无人机用的小弹 它包括一些个头不小的大弹了 比如说C705反舰导弹 射程可以达到130公里 也就是说实战当中这个弹打出去 它可以保证在中型水面舰艇的防空火力圈外发射 这样一来呢 自身就相对安全的多 所以呢 这两款无人机 号称是高空高速长航时 可以说在技术水准上 应该达到了世界比较靠前的水平了 好 谢谢陈虎老师 非常精彩非常专业的回答 这就是为大家介绍的两款 天鹰和WG700 WG700无人机 那么这两天呢 陈虎老师将和我一起 为大家带来更多大家喜欢的装备的详细解说 好吗 紫乔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馆内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好的 谢谢秋雨和陈虎老师带来的观察 本次中国航展的更多精彩内容 从今天到9月30号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海峡新干线和海峡卫视的今日海峡栏目 将为您全力呈现 另外我们的前方团队 也会在东南军情的抖音快手账号 以及海峡新干线的微信视频号 今日头条百度网易的账号上 进行多场航展的视频直播 欢迎点击观看 带您继续看新闻 9月27号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视频方式举办 为了更好的明天 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青年面对面交流会 即我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阿拉伯国家青年争文颁奖活动 14个阿拉伯国家的100多名青年政治家代表等参会 巴勒斯坦法塔赫主席总统阿巴斯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发来致词 感谢中方为阿拉伯国家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希望阿中青年积极传承双方传统友谊 中联部部长宋涛表示 本次活动旨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阿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增进阿拉伯国家青年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培育中阿友谊的继承者 推动者 建设者 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这次正文活动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起 15个阿拉伯国家的150余位青年发来正文或视频 其中58人分货123等奖 黎巴嫩青年亚当撰写的 中国从不以傲慢姿态向别国输出自身经验等作品获得一等奖 与会阿方青年政治家和青年代表 分享了他们了解认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真实经历及真情实感 在交流环节中 夜门复兴运动主席阿里巴卡利回答了东南卫视记者的提问 东南卫视记者提问我不知道您是否关心这个国际体育赛事 因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行了 那么北京也即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 而且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一个城市 那么我不知道回顾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接下来的冬奥会您对北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阿里巴卡利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之一 中国也是世界上关注的焦点 所以中国所举办的盛事 不论是体育盛事还是文化盛事 都会获得世界的密切关注 阿拉伯国家也会关注北京冬奥会的进展 本节目由灰指甲大品牌亮甲指定播出 来关注其他方面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27号的消息 由于全球芯片荒迟迟未缓解 美国商务部上周再次举行半导体高峰会 包括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等半导体大厂都与会 报道引述韩国媒体的消息称 此次美国态度强硬 以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为由 要求台积电 三星等芯片代工厂 在45天内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数据 台湾媒体引述韩国《经济日报》的消息指出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半导体高峰会上宣称 美国政府需要更多有关芯片供应链的信息 以提高处理危机的透明度 并确定导致芯片短缺的根本原因 然而当雷蒙多被问及 若企业不愿配合美国政府缴交数据 会如何处理 雷蒙多声称 我们的工具箱有很多方法能让业者缴出数据 虽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但如果有必要 我们必定会采取行动 报道称 美国要求相关企业在45天内缴出公司相关数据 包括库存 销售及客户等商业机密 这样的要求将使相关公司陷入困境 业内人士表示 向外界披露良率信息 意味着公开自己的半导体技术水准 这类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代工厂在议价过程中处于不利位置 韩国经济日报认为 即使企业非常不愿意提供他们的内部数据 但他们也不太可能拒绝这种要求 因为美国政府正考虑采取法律措施以达成他们的目标 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使用国防生产法 作为强制相关企业提交数据的法源依据 对此 台湾各界其实一直害怕美国惦记着台积电 早在2019年岛内就盛传台积电要赴美设厂 紧接着2020年 台积电就证实要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芯片工厂 投资金额高达120亿美元 预计2024年量产 对于台积电赴美设厂 台大副校长汤明哲曾提出阴谋论 他称美国政府给予台积电税收土地等优惠 但恐怕也会要求台积电将技术转移给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 据台媒报道 台立法机构27号邀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做业务报告 邱国正对外声称 屏东九鹏基地已模拟解放军战机及巡航导弹进袭 并由台军的中远程导弹及防炮部队实施拦截 有绿媒解读 这是台军首度证实 已拥有3000公里以上远程射程的导弹 对此 岛内网友讽刺道 你以为是在打电子游戏吗 多家台媒从26号开始就炒作关于这份报告的消息 称台湾地区在今年的防务训练中成效颇多 其中特别提到了 以屏东九鹏基地模拟解放军战机及巡航导弹进袭 并由中远程导弹及防炮部队实施拦截 以强化及验证防空武器作战能力 岛内绿媒三里新闻网27号宣称 虽然报告并未对中远程导弹进一步说明 不过以美国国防部的定义 远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在30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 对此外界解读 这是台军首次证实已拥有3000公里以上射程的远程导弹 不过台防偶部门主管邱国正受访时并未正面回应 仅称导弹的性能不方便说 针对台媒的这篇报道 有岛内网友认为是洗脑文 有人讽刺600到1200公里 台湾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走了20年 三里只要一张嘴就3000公里 也有网友表示 这些将会是杀害台湾人的凶器 更有网友留言质问 然后呢 导弹护炸吗 你以为在玩电子游戏吗 而且导弹飞越远 轨迹越容易抓 越容易拦截成功 说真的 为了民进党的所谓政权 要把整个台湾赔上 另外 对于台媒关注 台军后备改革 后备已恢复下部队 以及所谓战时后备能量等一体 台防部门的防卫动员室主任 韩刚明声称 在紧急命令生效后 台防部门发布动员令 边管的后备军人 一令必须在24小时 到指定动员地区报道 第一波将在24小时内 动员21.5万名后备军人 若有第二波则需动员 战号补充等部队 约7.8万人待命 对此有党内网友质疑 训练4个月的补充兵力 叫上去当炮灰吗 还是撞自己声势而已 也有人讽刺 草莓兵再多也没有用 还有网友表示 只怕还没24小时 战争就结束了 9月28号 民进党创党满35周年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希坤 在原山饭店举办餐会 邀请当年的创党发起人叙旧 而民进党的其他庆祝活动 更是从几天前就开始了 在这样一个民进党高调纪念的日子 有台湾媒体则是五味杂陈 中国时报的评论文章指出 民进党全面施政以来 权力行使捕手羁绊 施政率性而为 处处流露出滥用权力 损害民主 贪婪腐化 以权与财养私的恶行 违反民主本意 背离进步价值 看看民进党如今 一落千丈的民意支持度 与政党认同度 这反映出台湾民众认为 民进党施政早已偏离 所谓的创党初心 有人形容现在的台湾 就像是泰坦尼克号 台湾民众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无能的船长 带着他们撞向冰山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处理上 民进党把台湾带到 凄苦的处境 中国时报的社论指出 台湾的安全处境 因民进党当局 极端化的亲美反路 而陷入危险境地 这与民进党总挂在嘴边 所谓爱台湾的要求 恰恰相反 台湾因为民进党短视 极端而蒙昧的盲动路线 而陷入更深的险境 所以民进党在庆祝 创党35周年之时 自我检视反省 为何民意支持度会一落千丈 是他们最该做的事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 和评论的梳理 本栏目由金砖后用酒 福茂叫酒赞助播出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基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是紫乔 带您继续看新闻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战落幕 27号的下午 前后任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跟朱立伦 选算首次会面 谈了70分钟 不过外界关注的还是 国民党主席是否会提前交接 避免空窗棋 用抱抱展现交情没问题 但看起来似乎还是有点尴尬 朱立伦江启臣两人 在国民党主席选后 首次会面就谈了70分钟 那触及到了党主席提前交接的问题吗 既然已经完成选举 其实新任的主席 他绝对是可以马上上任没有问题的 我随时准备好了 江主席也非常诚意地随时准备好交接 国民党主席提前交接看似有谱了 现场朱立伦还让江启臣发言 似乎不想抢现任主席风头 那10月份罢免民代陈伯韦又由谁来主导呢 尤其台中是江启臣的地盘 但朱立伦现在如果愿意提前上任 这也代表罢免陈伯韦变成朱立伦当选党主席后的第一站 你别忘了担心太多了 不只3Q 接下来公投 接下来每一项工作 江主席永远都是国民党团队最重要的一分子 27日当天朱立伦还到新北市议会拜会 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和新北的党代表出席踊跃 不论选举中是否支持他 朱立伦统统表示感谢 强调大家投的都是中国国民党 要团结起来一起对抗民进党 他更强调12月18日的所谓四大公投案 就是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去宣传四个所谓公投案的内容 只要宣传一件事就是所谓倒戈 这是对民进党最大的抗议 虽然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中西败 但是外界仍关注张亚中接下来的动向 有台媒报道称 蓝硬基层已经有人力挺张亚中选高雄市长 我希望我的支持者当然能够留在中国国民党的内部 因为我们的力量的确已经开始慢慢的茁壮了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落幕 尽管在选举中惜败 但可以看出张亚中在台北市以及高雄市的表现令人惊讶 以台北市为例 朱立伦拿到7611票 得票率44.11% 张亚中仅小输1.48% 再看高雄市张亚中以7355票拿下38.48%的得票率 也仅小输朱立伦1.48% 甚至在人口众多的凤山左营行政区还赢过朱立伦 因此蓝营基层开始有人拱张亚中选下任高雄市长 他在各头开票所跟黄复兴党员的人数是成正比的 跨出黄复兴然后吸引到更多的民众的支持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期待 对于两岸问题它的一个理念 是否在台湾的社会可以取得多数的台湾基层人民的认同跟支持 事实上所谓母鸡带小鸡的效应在选举期间特别明显 但以国民党内部来说张亚中若参战台北市 势必得跟目前声望较高的蒋万安 以及也想参选的罗志强比拼 到时候国民党党内的厮杀将重新上演 但张亚中若是选高雄 他的两岸论述势必会点燃全台湾 毕竟在过去一年多 高雄经历市长被罢免等冲击 基层士气低迷 张亚中也喊出了许多支持者 对民进党的怨气 以及对国民党的期许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副主委曹桓荣 也认为高雄有近半的韩国瑜支持者 转而支持张亚中 这股声音也代表了部分蓝银支持者 对现状不满 要求国民党改革的力量不容忽视 不过张亚中本人似乎并没有很强的参选意愿 高雄市长会一个选举 他只是这个大树的一些树枝 或者一些树叶 树干或许还可以排得到 因为像几个直下市 但是最重要的是树根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接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是紫乔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7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 卢坎申科 就北约在乌克兰的军事部署问题 进行了磋商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北约这一行为超出了总统普京 以往说过的红线 佩斯科夫指出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采取行动 共同应对北约在乌克兰的军事部署 确保两国的战略利益和安全 上周 乌克兰与北约在乌南部 举行黑海联合军演 目的是支持乌方 对抗黑海地区的多重威胁 此前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武装力量 举行了西部2021联合战略演习 当地时间27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东南部城市里昂访问时 遭一名男子扔鸡蛋 据路透社报道 事发时 马克龙正在参观国际餐饮 酒店和食品贸易展 随后这名男子被当场制服 这是马克龙近期第二次被公开袭击 今年6月 马克龙在法国东南部访问时 被抗议者扇了一耳光 他当时淡化了这一袭击 并称这是一起孤立事件 美国联邦法官保罗·弗里德曼27号 在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听证会上表示 由于不再对他人构成威胁 1981年刺杀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凶手 约翰·辛克利将被无条件释放 弗里德曼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发布相关书面命令 辛克利的律师27号称 如果遵照目前的规定 辛克利将于2022年6月被无条件释放 但联邦检察官维斯顿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出于安全考虑 应继续监视辛克利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的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概线 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海峡新概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感谢收看 我是紫桥 明天见 明天见